兄弟的ID很调皮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 雕刻家胜率多少 72.46 挺高的 观战一下 QE仗是什么意思啊 空军 这个不会是小年报吧 记者杂技加条箱 这个阵容打雕刻家 其实不太好 这个阵容其实不太好 因为这个阵容它不扎实 然后 你说这边雕刻家抓个空军 对吧 我雕像顶你一手枪 打一刀其实也挺舒服的 抓个记者也挺香的 上来反绕一波绕到了 然后用雕像封住这边 哎呦我去这刀 这刀好伤啊 这刀它 它这刀打在这个娃上面 真的好伤啊 不抓记者了 他这边本来第一刀起了 闪现一刀带走 一夹 呦这波夹 用雕像封住这个口子吗 哎可以 这波封住的话呢 后续 哎我去 这个 年迈的雕刻家 打不过一个小娃娃 这个小卡拉咪 给他来了一板子 但是 无所谓啊 无所谓 对现在核心问题什么呢 穷者这边的薄命被闷了呀 打一刀扭 可以 再用雕像封 推回来 又要打 因为我 这个 记者遇到的不多啊 但我感觉这个雕刻家 在处理记者的时候 真的很亏很亏啊 他甚至都交出了闪现 就他好像 对于这个刀把握不是特别好啊 不过没什么问题 就他这个击倒呢 其实还挺香的 对于穷者来讲 如果说空军 空军是双坛 没有薄命 现在穷者这边是很难去争胜的 就他们需要有一个薄命呢 我觉得 比如说 这边提昂士带个薄命 提昂士先一波捞 捞完以后薄命拉个点 空军第二波去压枪救人 这个局有可能能出现 一个四人开门战 但是没有薄命的话 这个机子是一定不够的 这边的话交互夹 夹一手 再差一夹到二阶 到了二阶 后面穷者就不好打了 这时候什么开局 他这边抓记者 我就觉得挺香的 追一刀 可以 算下机子 现在穷者这边的机子 强势其实不太好修机子 一个坟场投过来 你人美 然后空军这边的话 肯定要救人 空军这边得给足压力 要不然强势这边 很容易一个坟场 找到了空军 这边是投坟场 找空军来做防守 一个重合雕像 没合到 再补 重合雕像 扭掉了 扭掉这里的雕像 其实很亏 对于雕刻家来讲 其实这波很亏 他这波的话 如果投坟场去找 这个调势就很香很香了 那这样的话不对啊 那这样的话 空军如果这把枪交得好 有可能四人开门战呀 调势这边55的机子了 炸我 你小心被炸 这边空军来 开炸 真的 这波空军守着也行 你总要牵人的吧 你牵几人来 我给你来这么一枪 你得放下 放下的那一时间 那个时间段 那一刹那量级 都有可能玩活的 切了个金身 这波金身切的也不是特别好 这波切成金身切完 等于说他只能保平 不能真胜了 强行摸 摸起来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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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等 哎 好的 空军这边 哎 假动作 交枪你精神顶好了 我空军没上窝冠 你击倒我空军都没用 你击倒了 这边记者过来 救一波还能套个波命呢 你别说 打的操作是很硬的 他其实操作是很强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一个思路 没有捋清楚 当然有可能是 我们上帝是讲的 他这边已经打得有点着急了 那边的话在补状态 补起来 门的话这边是没有开的 还有留空军的机会吗 一个坟场四个雕像 头到了 头到了 这边雕像 补不到 补不到 有挽留 往前赶 杂技这边是准备跳地窖的 你别说杂技准备跳地窖 这空军万一被拦了 这个局有可能翻蛮多抓 他手里面雕像其实还挺多的 他手里面雕像其实还挺多的 这边的话 哎呦有双弹 这波加速 帮忙掩护 走了 那杂技跳地窖 最终 拦不住拦不住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杂技的一个位置 满血杂技四个雕像 秒不掉 满血杂技四个雕像 小伙子 不行啊 炸我 那是什么音乐 嘛 有一根 我会不拦不住 我会把这个音乐